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他 大家好 我是飞鸿哥 來 開一下新的玩具 這個是那個 GPD 它出的Win4 他是第四代 之前的話 我跟社長還有歐姆 有去開過他們那個 GDPWin2跟3 不知道 去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 第四代的產品 這一台非常明顯的看出來 它是致敬什麼機器 PSP 但是重量的話呢 卻是 重量不輕 不輕喔 對 它正面的話就是 這不是貨尾搖桿 一般的搖桿 然後可以看到按鍵 它是用這個 透明的 這是跟PSV的質感是很像 ABXY 然後 它底下 這個是START 跟START 放在這個地方 頗有維持 不小心就按到了 沒有 因為它這台其實 有重量 對 那你每次要按的時候要這樣 對 所以其實你會有一點不好使力 要用力才按得到 對 然後這邊這兩個 這是什麼 這是滑鼠 喔 是喔 對 它是滑鼠 你手在上面這樣子滑 它就可以操控 你就把想像翻過來的滑鼠 喔 對 你就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它是可以按的 按下去就是右鍵 按著不放是左鍵 喔 對 那這邊的話是那個 指紋 喔開機 對指紋 然後 這兩個是喇叭 好 然後這是L跟R L跟R的話它一樣 是用半透明的 而且它裡面還有LED燈 喔 然後L2跟R2 好然後這個是電源 音量 好 USB孔的話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Type-C 跟一個Type-A 就是最近的 這些掌機好像很少有做Type-A在上面 對 都要外接 都是用Type-C 對 一個 對 然後耳機孔 散熱孔 然後這邊有一個卡榫 它是卡 它有一個背板 你卡上去的話 它是一個4G模組 喔 它可以插那個 SIM卡 對它可以插SIM卡 它是一個4G模組 插在這邊然後 Type-C插上去 對 然後你就可以用那個SIM卡上 喔 對啊 它有另外賣這個模組 但是台灣 你看你有沒有需要 我就用不太到 喔 用WiFi就好了 對啊 然後我這一台是32G 叫1T版 32G是組那個RUN 因為32G 它那個RUN是焊在板子上 沒辦法改 它有16G跟1T 16G2T 而且它的那個SSD是 那個2280 就是這麼長的 不像SteamDake是那麼短的 對 所以它很好買 對 而且也比較便宜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換成2T 也可以換成2T 所以我是買這個版本 好 然後後面有兩個那個 可以自定義 自定義的鍵 那你說這個是眾籌的時候買的 比較便宜一點 對便宜一點 現在的話大概 3萬2 3萬3左右 那買的時候呢 同樣規格 我買的時候大概3萬 喔 那它的CPU跟Ion Neo 2 CPU6800U 一樣 一樣的 這邊還有一個G卡 還可以插G卡 所以它可以放遊戲 對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 你搬上去的話 它這邊可以當滑鼠 當滑鼠用 搬下去它就是搖桿 這真的很像自盡PSP 對 最大的特別就是它 底下的鍵盤 而且它這個鍵盤有背光 它這個是 你可以看到它有凸起來 對可以看 它凸起來 當然是不會有注音的 對 這個你們就要適應一下 有人會覺得 PC掌機要什麼鍵盤 對 但是 我們上次就講過了 真的要用的時候 你還是真的得用鍵盤 對 譬如說打密碼的時候 對 或者是 就插一個鈕 按ESC 按不大 就是沒有 你就是要叫虛擬鍵盤出來按 就很麻煩 對阿 我有放了那個Retobet的記憶卡 好 我們就跑個模擬器看看 所以像其他現在目前的PC掌機 想要玩模擬器阿 只要一個記憶卡就可以搞定 對 目前來看的話就是 用這個記憶卡就可以了 6800U的程度 PS3模擬器應該是OK 但是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遊戲 來 試一下PS3的生死格鬥 這個的話就是 當初我們在安安尼爾會場也有 試過這個 有試過 喔 全套衣服 沒有全套 你沒有買全套 沒有 當初可是花了不少錢買衣服 男人的快樂 就是這麼的樸實無法 又索然無味 讓他們穿上你喜歡的衣服 對 男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說到衣服 最近熱門的是那個萊莎吧 萊莎是什麼呢 鏈金速度萊莎 你應該玩玩看 那這台可以HDMI OUT嗎 可以阿 如果你的螢幕有支援Type-C的話 它就直接差距可以這樣 Type-C對Type-C對速度 對對對 就跟Switch一樣 還有出底座嗎 有有有 那個底座我有買 但是那個底座 就跟之前歐姆講的一樣 上保護殼就上不去了 對 對啊 裝殼然後底座又上不去了 而且它很好玩 它當初在賣 他說 它相容GTB Win 3的底座 然後大家就很高興 之前的那個老顧客就買了 那我的那個底座可以繼續用 結果等到快出貨了 他說 然後我們為他出了另外一個 新的底座 新的底座 對啊 就是要你買新的 當然啦 就是 他有他的理由啦 那我們就只能認帳 對不對 來啦 試一下那個 PSP啦 很厲害 很厲害 哇 拿假的 PSP玩戰神 欸 對耶 想我當初也是 戰神也是在PSP上面 玩 然後就是 那時候上班 就用充勤的時候 就這樣子把它破 有啦 解析度很高的 哇 很漂亮耶 面板也漂亮 這面板也不錯啊 1080P啦 嗯 順喔 對 順都會P 高畫質的PSP 對啊 啊 那其他的大概就 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對啦 其他都沒有問題啦 不用錢啦 嗯 價格來說的話 最高的應該是 IM2 對 但是他質感也是很高 這一台現在賣的話 大概三萬左右 大概三萬左右 對 這個是眾籌價啦 我不知道 如果有 萬一有人代理的話 不知道會多少錢 然後 1X Play好像也是差不多三萬多 對 因為他又小 嗯 然後又重 嗯 我會覺得 有那麼一點吃力 因為重 對 跟年紀大也有關係 哈哈 長時間玩的話 其實是有點吃力的 好 還有就是他的 這個位置實在 不太好 哈哈 有這個指紋是 我也覺得方便不少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邊可以刮吊式 嗯 哈哈 可以可以 你的當初買PSP的情懷就出來了 對啊 非常好 接下來的話 各位可以 如果想要的話 嗯 應該可以去淘寶找找看看 好 淘寶的話他們是國內版 國內版跟國外版的差別 他有改進一些外殼 就是他們國內有反應一些問題 就那個滑軌 還有一些外殼的密合度 有改過 有改過 對 那除此之外都一樣 好 很有PSP的情懷 你是Sony控的話 對啊 真的是會很愛 買一台不錯 欸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邊 好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哇外面都漂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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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